所以對我們來說沒什麼所謂 講句難聽一點,我們的基本盤是很穩陣的 接著我們要多一些新的年輕人 只要我們好好地這樣做 我們的支持度一定不會減 你做什麼民意調查都沒用 你看過去一年,我們在立法會裡面很多投票的取向 如果你看很多資料,事後看一些發展 我們很多反對其實是正確的 即是迪士尼這次,可能十年後或者五年後 大家又看回,看究竟社民連的反對是否正確 跟頂匯的問題一樣 大老公,你用公帑的嘛,大舊的嘛 那個不是...那個很重的,是用公帑的嘛 而且你當初剛剛引進迪士尼的時候 你基本上就是任人來... 任人來宰割的嘛 你為了要成事,為了香港有一個主題公園 那時候你看到董建華那種... 如果完全不知道後果的,現在就去承受咯 六十多億債沒得還,叫你轉投資 很簡單,我開一間公司賺不到錢的 好啦,你借了一筆錢給我開這間棉檔 我借了一筆錢來開棉檔,跟著棉檔蝕本 那錢沒得還,就當投資了 等同幾個月前,匯豐要求公股嘛 匯豐要求公股,他有很多資料給你看 還有很多評論的嘛 哇,你跟...喂,你跟香港政府要求 立法會通過六十二點五億 那個注資,其實比匯豐公股是更加... 比例上是更加多的 但你相對地,嘩,什麼資料都不給你 我們對於公股的使用,作為一個立法會員 你有一個責任去監察他 如果我們有跟大隊的很多事情 大佬,那選我們做什麼呢 你選我都沒用,幫你不賭 基本上就是... 在香港作為一個立法會員 我們就沒辦法好像吳凱宜那樣 他參加很多法案委員會,因為他是律師 那他就自認呢,他就是一個專業的立法者 所以早兩天,他在明寧部裏面 就在那裏拉我們的 那他又不敢開名 他意思就是說,我們就做鬚搞政治 是吧 他又說那些人水平很低 以示的水平,立法水平很低 那你參加這麼差的法案委員會 有哪條修訂你過得到呢? 喂,很簡單 一旦他要加一個控制,或者改一個字 政府都不接受啦 你一樣全軍壯馬 真是,是吧 那你律師啦 你一堆,那又怎樣 做到什麼出來啊? 喂,我們起碼做到一樣事情就是 搞到曾蔭權 凍口凍面 我們都大脅了林大輝啊 那些什麼梁君彥啊 這些保皇黨 即是被曾蔭權黑臉啊 我們剛剛搞完他走出去,到他問問題 真是 立法會的職責呢 法定上有三個的 OK? 剛才你所講的說,不可以鼓吹那個 和民進兵很重要是立法 第二個呢 就是監察政府的施政 第三個呢 就是公共財政的開支 那個通過和審議 喂,立法只是三分之一裡面 如果你講時間 即是用得多 和對市民的常生活的影響呢 另外那兩個 比那個立法那個通過的影響 特別在今年來計呢 另外那兩個是多十倍八倍的 那所以你在那個監察政府的開支 很簡單 昨天通過說在這個 金管局這個套外匯基金那個注資 可以拿一千億去發行債券呢 你那個影響 比你任何一個法例的通過 影響更大 喂,你明天要通過六十二點五億的 那個迪士尼那個注資 比你今年通過任何一條法例 那個影響更大 喂,那你那些出了什麼聲啊 是不是 所以有時候在這裡自己吹呢 當然就是我絕對尊重每個議員自己的選取啦 就不要覺得呢 其他議員做的事情是不重要 是不是 即是一個立法機關呢 最少要具備四種權力的 第一就是立法權 香港的立法機關的立法權等於沒有 因為你提私人條例草案呢 你是要受到基本法七十四條的限制 很多你都提不到 多你提到了又要分組投票 那麼這個立法權就形同虛切 你勉強說是有的 就是政府提出法案 你有贊成、反對 或者棄權的權利 就是這樣 這個叫做立法權 第二呢 就叫做預算權 預算權呢 這個比較實際些 就是你可以反對政府的財政預算 是不是 但是立法會這種政治生態底下呢 反對無效 是不是 但是你都會表示你反對 那你可以對政府構成一種壓力 那這個就勉勉強說 都是一種叫做預算權 第三種呢 就叫做質詢權 質詢政府的施政 批評政府 那這個就是監察政府 是不是 第四種呢 就叫做同意權 香港是沒有的 就是唯一 就是你對這個終審法 法官的任命 有行使同意權 但是對於官員的任命呢 完全被架空的 你沒有同意權的 那就四種 是不是 那老老公 是不是跟別人那些所謂的 立法機關民意機關比較 我們是不是 就是handicap 所以很多議員就很樂意 在那個審議法律那裡做很多工作 是不是 因為在那個審議法律那裡 在他眾多工作裡面來講 這個是最大的滿足感 是不是 因為你有權否決 你有權逼政府改東西 但是改不了的嘛 你有權而已 就是有時呢 就是這樣的 有時當你的討論過程裡面 政府覺得你的意見也好 政府主動接受你 政府就會自己提出 那個法例修改的修訂 是不是 但是就不是由某個議員提出 那就是政府主動提出 那麼那個意見呢 可能是議員提出的 過去都不少的 甚至法例的時候 是不是 那麼政府覺得 大部分議員都贊成啦 不要你提啦 不如政府提啦 那麼政府就取代了議員 提出法律的條文的修訂 那麼最後就會通過啦 但是那個建議的來源 可能是某個議員啦 那麼那個議員就會覺得 咦?在法例審議的過程裡面 我很有貢獻喔 我令到政府修改某些條例 所以這些都有些少許的功用 有時候 但是起碼有很多種 就是你哪種的工作 或者職能 你發揮大些 那麼你那個 就可以做多些了 那麼社民聯肯定是在監察政府的施政那裡 還有那個審議的財政那裡 因為政策和那個財政的分配呢 是明顯反映那個意識形態 還有那個政策傾斜 你的錢怎麼擺給誰 你的政策哪一些得益 這個是個階級的立場 還有有沒有階級的利益傾斜 很多時候呢 我們在這些所謂撥款的立場呢 就看到整個政黨的理念 就很清晰看到的 是不是 所以這個呢 就是過去這一年呢 基本上社民聯的定位呢 是已經非常之清楚的了 不是說出了一本書 說回社民聯過去一年 在政策和在財政的取向方面 就是關於那個階級利益傾斜 和那個利益輸送的那個問題 我們可以跟香港市民作過交代 我們現在立法會呢 就是今年這個會期呢 就已經是接近尾聲 那也到時候呢 就是檢討一下 過去的社民聯三子的立法會呢 那個表現的 那我們可以在未來的節目那裏 大家都可以多點聊一下這些問題 或者找一下長毛上來又聊一下都可以的 甚至乎我們可以請一個學者 叫他評價一下 社民聯三子過去的表現都可以的 好啦 那節目時間就差不多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剛才呢 有些少許更正一下 就不是這個CCTVB 刮橙仔 是某報館記者刮橙仔 為什麼會某報館記者刮橙仔 不知道 這麼厲害 那他知道誰是橙仔嗎 我也不知道 那他就要刮 找他出來 不過要講清楚 找橙仔做什麼 不知道他沒有講 可能我估計都是做個特社 做個feature之類的 因為有時候記者都問 他們覺得社民聯有很多人幫忙做事 是 是 究竟為什麼那些人會這樣做呢 橙仔呢 我們是一定要保護他的 橙仔是社民聯之保來的 我們要保護他的 你知道嗎 我們不可以讓他受到任何的騷擾 是不是 就是這個 所以 他的記者要套什麼都套不出的了 OK 好了 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再見 拜拜